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数上涨0.4% 标普500涨1.02 纳斯达克大涨2.03 本周道指累积上涨了0.67 为连续第二周上涨 此外纳指本周也累积上涨4.23 标普上涨2.67 这两者均结束了此前连续两周的下跌 本周在刚开始的时候 美股一度非常的动荡 但在结尾处开始反弹 很多股票都出现了久违的上涨 那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部分大型科技股的出测财报 近日谷歌的母公司Alphabet股价大涨了10% 公司宣布第一季度的盈利超出了预期 而且还批准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股息 以及回购价值700亿美元股票的计划 同时微软也收高1.8% 他们第三季度的业绩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所以这两大巨头的财报帮助美股在周五大涨 到目前为止 第一季度财报季已经正式开始 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 有38%的公司都已经发布了他们的业绩 其中近80%的公司超出了市场对盈利的预期 所以整体的基本面目前还是相当不错的 也反映出当下美国经济非常的强劲 首先在宏观数据方面 最新的通胀数据显示 在三月份通胀几乎没有减弱的迹象 今天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也就是PCE指标显示 物价压力仍然很高 美国商务部近日报告称 三月份PCE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7% 高于市场预期的2.6%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在内的核心PCE 同比增长2.8% 也高于市场预期的2.7% 此外 从环比的角度来看 这两项指标均环比增长0.3% 符合市场的预期 也与二月份的增长持平 不过好消息是 相对而言 这份超出预期的PCE数据 比昨天我们看到的GDP数据更加鸽派一些 因为昨天当人们看到报告中 第一季度的PCE数据出现了加速后 一度认为今天的数据会大幅超出预期 甚至会环比增长0.4%到0.5% 所以最终的0.3%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市场才有了这样的热烈反应 但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只是对比预期的好坏 实际上通胀近几个月的趋势 还是十分令人担心的 因为在三月份的PCE数据出来之后 现在美国三个月的年化核心PCE 大幅飙升至4.4% 很显然离美联储2%的目标 也是越来越远的 所以这对无论是个人 还是企业近几个月以来的生活成本 和运营成本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里也做一个小调查 您所生活的地区 近几个月的物价有没有再次反弹的迹象出现 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见解和看法 那具体来看 三月份整体PCE增长的主要原因 依然是服务业 反映出该行业在美国还处在较热的状态中 而且核心PCE也是一样 服务业的价格压力加速 导致它在三月份继续攀升 而且更加不利的是 美联储更关心的所谓的超级核心PCE 也就是除去住房在内的服务业通胀 也再次三月份出现了上升 而且上个月的数据也被向上修正 而这个核心PCE反映的是一些年性较高的价格 所以它持续保持在高位 甚至有反弹的趋势 反映了未来几个月通胀大致的方向 我们深巴超级核心PCE就能够发现 运输服务和其他服务价格是三月份增长最快的 那就像我们之前所讨论过的 近期汽油价格的反弹 必定会产生很多连锁反应 而运输服务价格的攀升 就直接反映了它所产生的影响之一 毕竟各类运输公司 都是需要把更高的汽油成本转嫁到客户的身上 此外在收入和支出方面 三月份两者均环比再次上升 支出增长了0.8%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0.7% 同时也再次超过了三月份的收入增长0.5% 那支出也更是创下了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反映出人们花的还是比赚的多 而且从同比的角度来看 相对于收入支出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但是要注意到 这些数据都是明义金额 而不是经通胀调整过的 也就是说表面上来看 似乎消费者依然十分的健康 不断地进行更多的消费 但实际上只是因为通胀再次反弹 导致他们需要支付更多的金钱来买同样数量的商品 所以并非主动地提高支出 而只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 被迫花更多的钱 在收入方面 政府和私企的工资增长均在三月份出现了加速 政府工资同比上涨8.5% 是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私企工资也同比增长了5.5% 也是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反映出目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十分的强劲 那正因为现在人们花的钱多于赚的钱 那这些钱必定不是凭空产生的 一方面就是要从存款中支出 所以在三月份 个人的储蓄率 从之前的3.6%降至3.2% 为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另一方面就是信用卡的债务也在疯狂飙升 毕竟人们还是需要更多的借贷 才能维持当下的支出 那总而言之 今天这份报告 似乎并不像人们担心的那么高 但投资者也不应该相信通胀已经完全治愈 并且美联储将在短期内降息 因为除了相比每个月的预期数据以外 近几个月通胀的趋势都是非常不乐观的 虽然降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但高度不确定 尤其是美联储需要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放缓 才能有信心去降息 那根据最新的CME数据显示 现在降息的预期已经被推后至9月 甚至更晚 现在6月降息的概率仅有11% 7月份也只有30% 甚至市场普遍预计的9月 概率也只有57% 刚刚过一半 所以就像我们一直和朋友们讨论过的 今年降息大概率比市场预期的会更晚更慢 即便9月份开始降息 也会是降一降停一停 而不是按部就班的每次会议都去连续降息 因为美联储要确保他们开始降息以后 通胀不会再次反弹 在这里也分享一个新的好消息 富途木木推出了现实的加码活动 现在美国的新用户入金100美元 即可立即领取10只每股七巨头的碎股 总价值为50美元 而且是固定赠予 不需要任何的抽奖 另外美国用户转仓任意金额 都将立即获得1.5%的现金奖励 最高可达300美元 此外在加拿大开通TFSA账户 入金5000以上即可领取3张现金券 10万以上可领取12张现金券 而且每张现金券的价值在30-200加币之间 所以最多可以得到2400加币的现金奖励 同时其他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和澳洲的观众 也都有相应的入金活动 此外也要提醒会员朋友们 最新的会员视频刚刚更新了 最近市场进入了回调期 很多朋友询问有哪些可以抄底的股票 本期视频我们就分享了一只 基本面非常强劲 近期也大幅回调 并且关注度较低的股票 另外在内部交易汇总和大逼建股汇总也都更新了 我们总结并筛选了近期 内部人士大量增值的股票 以及华尔街最准的大佬们强力推荐的股票 最后会员们关于市场 各股或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专门的团队进行深度分析 然后给您一个全面的答复以及详细的操作建议 我会把加入会员圈和领股票的连接 放在介绍栏以及置顶的评论中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 让我们说回正题 那本周我们经历了企业财报 宏观数据非常繁忙的一周 市场也因此在周中出现了很大的波动 那下周市场将有更多的事件需要关注 最关键的就是周三的美联储会议 虽然现在市场普遍预计 下周美联储将维持利率不变 概率高达97% 但是投资者将仔细分析 鲍威尔在会议后的所有评论 一句一句的去分析 他在最近的经济数据公布以后 是否变得更加鹰派 那根据我们最近几周以来看到的多位美联储官员 包括鲍威尔在内的发言来看 他们大概率是变得更加鹰派 所以虽然下周的会议不会发布新的点阵图预测 但大概率可以听到鲍威尔表达 对通胀更加谨慎的态度 很显然鲍威尔对通胀的强硬立场 可能会让投资者感到不安 因为市场会开始担心 更加长期的高利率政策 是否会导致迄今为止 一直坚挺的美国经济出现问题 甚至人们会担心加息的讨论是否会再次浮现 因为如果通胀再次加速 经济也同时进一步的复苏 那或许再加息一次也不是天方夜谭 因为根据市场的数据 我们就能够发现 在今年年初的大部分时间里 市场对今年再次加息的预期基本为零 但现在它的概率正在向20%迈进 所以这不再是一个完全不会发生的事情了 虽然概率依然很低 但它的攀升也会给股市在短期内造成压力 所以我们在下周一定要密切关注 鲍威尔在发布会中的所有言论 此外在下周我们还将迎来一系列劳动力市场的报告 而近期该市场依然火热 也是通胀居高不下的关键原因之一 所以新数据有助于帮助我们评估 劳动力市场是否有放缓的迹象 我们在周三会率先看到ADP的就业报告 目前市场预计会增加20万个岗位 高于前一个月的18.4万 然后更关键的是周五我们将迎来非农就业数据 目前市场预计本月会增加25万个岗位 这将比3月份的30.3万有所下降 那到目前为止 劳动力市场出人意料的韧性 让投资者相信 美国人能够承受起利率上升 以及日常用品价格飙升的影响 但如果就业市场开始出现破裂 也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最后和本周一样 下周我们即将迎来大量的企业财报 尤其是众多面向消费者的公司 将发布他们的第一季度业绩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亚马逊和苹果 将分别在周二和周四发布财报 那苹果的股票今年表现一直不佳 年初至今已经下跌超过10% 所以会有很多投资者密切关注 另外今年迄今为止 暴涨的AI概念股SMCI 也将在周二盘后发布业绩 所以届时股价能否经得住考验 也会是一个焦点 在视频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只 刚刚发行不久的基金 那一直以来私募投资都是散户很难去参与的 尤其是一些尚未上市的热门公司 散户都是没有任何途径去投资的 那现在就有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帮助散户也可以投资 像SpaceX OpenAI这样未上市的热门公司 这只基金的名字就叫做Destiny Tech 100 是一只封闭式基金 交易的代码为DXYZ 它的目标是投资100家 有顶级风险投资支持的 卫上市科技公司 让散户首次有机会 接触到这些私募市场的投资 目前他们已经完成了 对23家私企的投资 而未来希望把这个数字提升至100家 目前这只基金仓位排名第一的 就是马斯克创立的SpaceX 占据了35%的仓位 此外排名前10的 还有大家熟悉的 开发堡垒之夜游戏的Epic Games 占据4%的仓位 也有ChatGBT的母公司OpenAI 同样拥有4%的仓位 不过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如何把握住它也是一门学问 比如在今天 这只在纽约证件交易所交易的基金 就暴跌了23% 甚至已经从它在4月初创下的最高点 暴跌了80% 所以很显然它的热情已经退去 而且是一只风险很高的投资 但也正因为它最近的暴跌 更合适的投资机遇 可能很快就会出现 因为就像那些很火热的IPO一样 通常交易的初期 都会随着更多的关注 有第一波大涨 但在热情退去以后 也会逐渐恢复正常 然后才能进入正常的稳定成长时期 那这只基金也是一样 现在它的估值正在回归正常 所以再等几周几个月 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出现 那什么是合适的价格呢 截止收盘它目前的价格是19美元 根据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 它目前所投资的所有公司的资产净值 截止2023年年底为4.84美元 所以理论上 这只基金现在每股应该只有不到5美元的价格 但我们也都知道 这大概率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一方面就像股票一样 这些公司都还在发展初期 所以投资者都是更愿意看预期的潜力的 也会因此给出更高的估值 而另一方面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 给了散户一个投资热门思目的机会 那肯定会有非常高的需求 自然就会有一定的溢价 所以对于这个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评估 那在我看来 这两个因素考虑在内 30%的溢价还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大概6到7美元的价格 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毕竟也要考虑到 从去年年底到今天 市场整体也变得火热了起来 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 所以这只基金所投资的所有资产 他们的估值在这几个月中 也有一定的攀升 所以我认为 当它跌至10美元以下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密切关注 甚至开观察仓了 当然也要切记 千万不要一次性地把子弹用尽 可以随着之后的调整 再进一步完成建仓 虽然现在的19美元 距离10美元以下 看似有很大的距离 但很显然 最近几周围绕这只基金的热情 正在退去 甚至有些恐慌性抛售的迹象出现 就在上周的时候 它的价格还一度在 30美元以上 所以未来几周 进一步跌至10美元以下 似乎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密切关注它 当然我们也要强调 私募投资是比 二级市场投资 风险更高的一种 因为他们所投资的企业 有些的确有非常大的潜力 但同时也有一些 会因为资金链的断裂 撑不到发展壮大的那一天 所以如果想要投资这样的机会 只能用很少的仓位 一定要把风险降到很低的位置 不过目前并不是所有的平台都可以购买这只基金 比如美国的Robinhood平台 在上周就暂停了这只基金的交易 目前是否恢复还不清楚 所以如果找不到这只基金 还需要咨询您所使用交易平台的客服 除此之外 木头姐的旗下也有一只类似的基金 叫做ARK风险投资基金 代码为ARKVX 它也参与到了像Epic Games和OpenAI这样的私募投资之中 但有所不同的是 它依然持有了大量二级市场交易的股票 所以它并非是一只纯正的私募投资基金 但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了解关注一下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也一定记得给我留下一个赞 并且麻烦您在评论区留下一个手动的赞 让YouTube的算法把这个视频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们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朋友们